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八零,习腹有点辣》 主要播音,素素青阳,均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感谢您的收听 第1112集 拿到宋老面前去讲理,这是给季家晚尊呢 如果说还有人能管住唐红恩 自是宋老无疑 但宋老是什么牌位上的人操心的都是大事 哪有空来理会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啊 季家要是有人能和宋老见面 那也是已经去世的季老先生 像季林这样的,人家宋老为啥要见啊 季林一脸苦笑 招待不周,让大家见笑了 宾客一瞬间走了大半 没走的人也要安顿好 酒水和食物都是现成的 虽然谁也没有吃东西的心思 总不能让大家饿着肚子 等季大小姐发完脾气吧 这个时候,乔治花钱请来的婚礼策划起了作用 勉强把剩下的宾客们安抚住 宾客们心里咋想不说 表面上是听从安排就近休息 酒水和食物都会送到客房里去 季雅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谁也不见 郑文秀在门外苦苦劝说 乔治站在门口表情也不太好 几十万美元打造的婚礼 季雅自己作起来可真不手软 钱花了没关系 可钱要花得值吧 几十万美元对乔治也不是什么毛毛雨 钱被浪费了是次要的 还有季雅的表现 为什么对前夫的一言一行那么在意 季雅是真的彻底对前夫没感情了吗 乔治原本是很确定的 经过刚才的事 他第一次产生了怀疑 这是让乔治最难受的 老威尔逊与妻子长途飞行来参加婚礼 眼看着婚礼变成闹剧 质问乔治 乔治无从解释 这种时候季雅大发脾气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乔治一颗炙热的心 也在慢慢变凉 他深爱季雅 哪怕知道季雅偏执 精神状态不稳定 这些异于常人的地方 组成了季雅独特的魅力 哪天都能发脾气 但季雅就不能为了他 在结婚的现场 忍一忍自己的脾气吗 季将员很是同情乔治 忍不住上前 给了乔治一个拥抱 不管如何 你永远是我的乔治叔叔 这种时候 两个男人抱在一起 别人根本不会嘲笑 他们一个是季雅的准丈夫 一个是季雅的儿子 是季雅最亲近的两个人 季雅伤害起这两人来 一点都没手软 季将员觉得 乔治都快哭了 这个拥抱大概给了乔治不少勇气 把季将员推开后 乔治还反过来安慰他 对你妈妈多点耐心 他是生病了 我们要照顾他 生病了 生病了就该吃药控制 季将员现在对这个说法很质疑 如果一直对他妈妈宽容 他妈妈的病大概一辈子都不会好 季雅在外面安抚了宾客 怒气冲冲走进来 整个人愤怒得快爆炸了 携带着怒火两脚将门暴力踹开 季雅坐在梳妆镜前一动不动 外面的人苦口婆心劝了半天 他像个泥塑木雕 季雅的火气更是旺盛 唐红恩是你自己邀请的 你做这件事是有没有和谁商量过 唐红恩来了你又生什么气 你自己出去看看 你糟蹋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婚礼 还有这么多人的心血 你现在马上滚出去 向乔治父母道歉 也向乔治道歉 季雅目着一张脸 季雅就像在唱独角戏 季雅忍不住去拽他胳膊 把季雅拖了个亮枪 季江源舅妈忍了许久 趁机挤进房间 抡圆了手臂 甩了季雅一巴掌 清脆的响声 把所有人都吓住了 连季林都愣住 季雅妈既然要打人 心里也早想好了说辞 看着季雅捂着脸难以置信 季雅妈心里说不出来的爽快 你可以不尊重自己 也可以不尊重我这个当嫂子的 你凭什么不尊重你大哥 老爷子走后 季家的日子如何 你眼睛瞎了般看不见 你做事只图自己爽快 却要你大哥一次次给你擦屁股 你得罪周家 你和汤洪恩翻脸 你大哥是不是都把你扛了 现在你把自己婚礼也搞砸了 是你大哥在外面一个个和宾客道歉 他能替你向宾客道歉 还能替你向乔治和人家父母道歉 我早就想臭你巴掌了 现在可算是如愿了 季舅妈打了一巴掌 还要把季雅骂一顿 季林本来很疼爱妹子 可她夫人的话 句句都是为了她不平 也是为季家着想 季林也顾不上心疼妹子了 你嫂子说得对 婚礼被你作没了 我告诉你 宾客都散了一大半了 还有一小半人没走 我估计你也不好意思继续婚礼 你要说连乔治也不想在一起了 我和你嫂子马上回京城去 只当我们多管闲事 季舅妈的一巴掌打得中 季雅脸都红肿了 手指印清晰可见 这回大家的反应不太一样 以前她一生气 全家都着急 现在是全家逼她道歉 可她哪里错 季雅捂着脸 视线落到乔治身上 乔治站在门口没进来 没像以前一样着急哄她 脸上的表情 季雅也不太看得懂 婚礼毁了 季雅其实隐隐也后悔 她没能控制自己的脾气 泼了那杯酒就知道坏了事 让她和汤红恩道歉 也说不出口 只有快步躲到房间里 把烂摊子交给别人出来 现在看乔治的样子 季雅也有点慌 乔治已经是她现在 能找到的男人中 条件最好的 几十万美元都舍得花 经过今天的事 她恨汤红恩 也恨夏小兰母女入股 要想对付夏小兰和刘芬 她还要靠乔治的资金帮助 乔治 我 我没有控制住自己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对不起 季雅一脸痛苦 乔治迟疑了一会儿 还是站到她面前 季雅 我还是愿意娶你 但你不能再固执 不肯去看医院 你需要医生的帮助 至于怎么娶 又是何时娶 还会不会办婚礼 乔治却没说 郑文秀在门外叹气 拉住宁雪小声道 美国人也是人 是人具有心 这男人的心被伤了 想要再和从前一样 肯定不容易 季雅这回 真是把乔治的真心 踩在脚下 一句对不起 一个控制不住自己的解释 人家的几十万美元 就白花了 又花钱又伤心 再也没有比乔治更惨的 乔治能原谅季雅 却不知道乔治的父母 又是啥想法 听说美国人 不重视婆媳关系 乔治家总归是不太一样 有钱的人要分家产 讨喜的儿子 肯定要分得多一点 老威尔逊要是不喜欢季雅 不也带累了乔治吗 宁雪看他妈妈一眼 说好了季雅姨是好朋友的 怎么他妈妈今天一直在吐槽